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玉子豆腐和虾蒸一盘菜 这个豆腐一般来说我都会切成八段 所以你就相应的准备八个虾 虾要剥壳 可以留着尾巴 边上给它开一刀 去掉虾馅 这样熟的快 而且蒸出来还好看 用厨房纸给它液干水分后 再调料 放一点盐 撒一点糖 真正一点点 掉掉鲜 再有一丁点料酒 再挤一点姜汁 如果你切姜末的话 就切一片就差不多了 然后给它先拌匀 拌一下让虾去腥入味 这个调味的时候 盐要比平时做菜时口味重一点 因为等会上锅蒸 蒸的时候就像淋浴了一下 所以它的味道会变淡一些 最后放一个tispoon的淀粉 让它蒸好后不柴 再拌匀 待用 豆腐用刀 连着塑料袋 中间切开 然后这样倒出来 左边切四片 右边切四片 然后围到盘子里 这个豆腐是半成品 已经有味道了 但是还不够 所以我们放一些生抽 不要猛到 用勺子厚着 大约一个tispoon这样 这样撒上 然后把虾仁这样放上去 如果说你用小虾仁 你可以放两个 或者你就直接把它剁成虾容 也是一样的调味 最后家里有豆啊 丁啊什么的 撒一把 又好看 又多一个营养素 水开上锅 门火蒸五六分钟 我用的虾仁是 一磅三十一到四十个 这样的尺寸的 六分钟足够了 时间到关火离火 即可打开锅盖 如果你用小虾仁 或者是剁成虾泥的 那时间还可以缩短一些 一缓缓 透过锅盖 你已经能看到 虾尾巴已经变红了 一盘菜已经秀色可餐 记得关火后 马上开开锅盖 否则捂着颜色 就会变得难看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